今天在這個到台東的視察行程裡面 很感謝台東縣政府特別安排到我們北南溪的這個河口 來視察我們怎麼樣來防止這個風吹沙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在想說看能不能找到一種 經費上不是那麼龐大但是又有效益的做法 那麼在今天來之前呢 同仁公和簡報我們台東的環保局都想出來這個水覆蓋的工法 證明是相對有效的 當我們有一個正確做法之後 民眾當然就會希望說政府對這個工法的投入的經費 要能夠更加的積極 那麼也希望能夠整治的範圍擴大 所以剛剛才有各位的這些報告 那綜合起來意見應該是滿一致的 首先最重要就是說這可能是我們台灣來處理中北季風來臨的時候 這些主要河川的風吹沙問題 一個很有用的對策 但是第二個呢就是這個對策它卻又會受到我們續起的影響 台風把這些設施衝毀之後又重新再來 如果在我們還沒有想到更好的做法之前 我認為也許有一段時間裡面我們應該要持續用這個做法 然後甚至於其他有類似這種天文條件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考慮用這個方式去推廣 那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說像台東市北邊的這個北南溪口都需要三個禮拜 吊派比較多的這個委外的工程能力 然後縮短這個工程的時間 這樣的話風吹沙來清洗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說有十幾天難受的時間 那我相信如果說這邊模式做得更加的成功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廣到西湖委員的其他河川 那這一點呢我想中央政府一定要全力以赴 雖然這個錢大概每年看起來因為台風的關係 可能每年都要重複的投入 但是如果我們不要浪費錢 然後抓準這個東北季風的這個時間期的話 我相信還是可以把經費用在刀口上面 那麼如果是幾百萬的經費 但是可以帶給民眾相對比較健康的一種生活品質的話 這個是政府應該負擔的 所以我希望各機關都能夠在這一部分盡量寬列經費 來協助我們地方政府做好這個防治的工程 好我想以上就這一點 那我們跟這個台東一起來合作 謝謝